第十二章 保羅所得的啟示 我自誇固然無益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 或在身內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我認得這人 或在身內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他被提到樂園裡 聽見隱秘的言語 是人不可說的 為這人我要誇口 但是為我自己 除了我的軟弱以外 我並不誇口 我就是願意誇口 也不算狂 因為我必說實話 只是我禁止不說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 所聽見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 就過於至高 所以 有一斤刺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 要攻擊我 免得我過於至高 為這事 我三次求過主 叫這次離開我 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備我 我為基督的緣故 就以軟弱 凌辱 急難 逼迫 困苦 為可喜樂的 因我什麼時候軟弱 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明顯使徒的憑據 我成了魚網人 是被你們強迫的 我本該被你們稱許才是 我雖算不了什麼 卻沒有一件事 在哪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們中間 用百般的忍耐 藉著神職其事 易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除了我不類著你們 這一件事 你們還有什麼事 不及別的教會呢 這不公之處 求你們搖恕我吧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們那裡去 也必不累著你們 因我所求的是你們 不是你們的財物 兒女不該為父母職財 父母該為兒女職財 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 廢財廢力 難道我越犯愛你們 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嗎 罷了 我自己並沒有累著你們 你們 你們卻有人說 我是鬼詐 用心計牢籠你們 我所猜到你們那裡去的人 我值著他們一個人佔過你們的便宜嗎 我勸了提多到你們那裡去 又差那位兄弟與他同去 提多佔過你們的便宜嗎 我們行事不同是一個心靈嗎 不同是一個腳蹤嗎 一切的事都為造就信徒 你們到如今 幻想我們是向你們分數 我們本是在基督裏 當上帝面前說話 親愛的弟兄呀 一切的事都是為造就你們 我怕我在來的時候 見你們不合我所想望的 你們見我也不合你們所想望的 又怕有紛爭 疾盜 腦怒 結黨 毀旁 殘言 狂傲 混亂的事 且怕我來的時候 我的上帝叫我在你們面前慚愧 又因許多人從前犯罪 行污謂奸淫 邪當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憂愁 我不會 我不會 你 我不會 我不會 你 你 我不會